大家好 大家好 中国的山东德州 出了一个恐怖袭击事件 是吧 说这个德州有人开着汽车 然后袭击小学 造成很多个小学生 命归皇权 国内 也有报道 好 说这个中国山东省德州市下午金船续一架车冲撞小学生的恶劣事件 多名小学生倒立不起 目前已经造成两人死亡 六人重伤 肇事者是一命行亡的人 到底这个人是酒驾 还是喝了农药 还是精神病 不得而知 没人知道 反正把这个 哎呀 这些事太惨烈了啊 说这个德州市公安局 也发了通报 2024年3月1号 14点 13点 40分左右 德州市德城区安居院小区南车道路 一男子驾驶机动车冲撞行人 只多人伤亡 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 六人中伤 省市医疗专家正在全力展开就职 是吧 驾驶人王母 也被当场抓获 所以你从这个 自媒体报道出来的消息啊 和这个 警方通报出来的消息 你对比你就知道 这又是在撒谎啊 又是在 满天过海 又是不给老百姓说实话 首先 现场的自媒体报道出来的事情 就是在一个 学校的门口 而且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小学 是吧 而且这个车是对着这个校门里面撞进去的 然后完了以后到了这个 德州市公安局的通报的 就是说是在 南侧的道路 是在一个小区南侧的道路 是吧 一个机动车怎么的怎么的 把这个小学 把这个 小学生 这些个东西就给磨掉了 是吧 但是很有趣的是 第二点 就是 德州市公安局的这个 通报 造成的伤亡人数又是一样的 两人死亡 六人重伤 你想想吧 共产党的话是不内信的 我说过无数词 自媒体的有些个话 你是可以信的 因为自媒体 他是可能刚好这个人就在现场 他拍到这个惨疑的事件 然后就放出来了 他没想那么多 哎呦 吓人 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 是吧 完了以后就放出来了 这个消息 是非常的准确的 它是现场的一手报道 一线报道 是不是 就像有些人 说是暂地记者 以前 凤凰卫尺有一个姐姐叫 女秋陆薇 其实呢 他一直呢 就做新闻没出名 后来有一件事让他出名了 是把伊拉克打仗 说凤凰卫尺派他去前线 你想想 美国人跟伊拉克打仗 你中国的一个记者 你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到前线 估计就在那里的酒店里面 拍了几声炮响 拍了几个天空中的火光 完了以后就称为 战地玫瑰 是吧 坑枪玫瑰 是不是 战地记者 一下子红了嘛 战地记者的价值在哪里 在一线呢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 就这些个搞新闻的人吧 就给自己标榜一个 所谓新闻专业主义 调查记者 比如王正安这种男人 但是很多人就信他这一套 你他妈又不在第一线 是不是 你凭什么说你的调查就是一手调查呢 就是权威的呢 所以有些人脑子进水了 我昨天说一句话 喝了我把它删了 这个世界有很多个250啊 第一个250呢就是相信这个 相信这个 疫苗 是不是有的人 在中国打 打完又在新加坡打 新加坡打完了又在美国打 把自己都扎成一个筛子了 是一窟窿的头 是一个漏斗的头 第二就相信这个什么口罩 口罩这个东西啊 我说过的 如果你是个女孩子 你今天特别忙 没时间起来太晚了 你戴一个口罩可以免得你化妆 是吧 只是露出你两个大眼镜 其他的地方不用化 节省时间 除此以外 没有任何用口罩这个东西 防灰尘是可以的 防病毒是绝对防不住的 绝对防不住的 别搞那些 有的没的 口罩这个东西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防得住的 就是医生 在医院里面 他在工作的时候戴口罩是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医院里面呢 那个空气的流动啊 他是经过控制的 他不是说你像外面的空气一会 一会乱吹一会乱吹 你没有用的 你防不住的 所以只有医护专业人员在他的工作环境下 佩戴口罩是有用的 除此以外所有戴口罩的人 都是脑子进水 尤其是有些个我昨天去散步 我发现还有一个 一个一个做爸的带着他的孩子在外面 空气清新的 凝捏 简直是他让他的那个小孩戴了一个大口罩给悟了自己没戴 我告诉你小孩子啊 小朋友戴口罩会对他的肺部功能造成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伤害 第3呢就是 相信电动车是吧 电动车有些人说电动车为什么是啥呢 因为电动车这个东西 他的前提是 叫绿色产能 说烧气又不好 说现在气候变暖 今天都冷的个什么似的 这个 到底是不是气候变化 气候变暖 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绿色产能 这是一个新的忽悠你的一个局 你相信他干嘛 有毛病啊 所以我买电动车的人都是 脑子进水 除非你有钱 你闲着不闲着 你买个电动车玩玩吧 是不是 无所谓 大不了 就是没什么用 我开那个联网就扔掉了 是不是 哎呀 真是 说多了都是 第4个最 最傻最傻的 排第1的 就相信中央电视台 所以 中央电视台的那个 他有一个非常愚蠢的这个 套路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只要是打着中央电视台的名义 你就感觉到可信 理重客 是不是就感觉到是有新闻专业主义 就跟孙悟空一样的 跟西游记一样的 观音菩萨下面的 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一个脚趾头或者一个鞋子掉到人间都是一个妖精 所以从中央电视台出来的一个特别傻逼的几个人 什么叫什么王志安的人呢 叫什么柴经的人呢 大家都很佩服他们是不是 觉得他们有新闻专业主义 有谋的新闻专业主义啊 有病 我觉得是 所以我就告诉你啊 你 面对这个山东德州的这个校园恐袭事件 你这个时候如果相信 官方的报道官方的通报你就傻了 你从字面上你都看得出来 真的 这个我我从前方啊 从一线的这个那些一个自媒体的那里的人呢 我得到的消息啊 就是当地的一个一个官员 而且是德州市里面的一个 副局级的官员 大概是那岁副市长啊 或者是法院的一个副院长 法院的院长和副院长什么的 他那级别挺高的 在当地也是一人物 面对这个反腐 现在席包子到处抓人呢 是吧 然后呢 家里呢 就就就就就 要要家破人亡了 要要要要 所有的这个整个家都要被共产党拆掉了 然后他们家里有人就是 觉得前途无望 是吧 共产党一旦盯上你 那你绝对是家破人亡 所以他们家有一个年轻的人啊 40来岁 想不通 就开着车就报复社会 选择了对着一个学校 对着一个小学校就冲过去 就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呢 媒体呢 这边的主流媒体官方的就隐瞒这个消息 因为这是官场的内斗 然后 以后一会儿说他是喝了农药 一会儿又说他是酒驾 是不是 你想想你从他的这个字面上看的话 他车速很快 如果是在小社区里的所谓南侧的道路的话 他那个速度不快 你即便是酒驾也没出多大个事情 他不是现场死了两个人 六个人重伤 这么大面积的伤亡 我就即便不考虑你这个数字是不是假的 车速不到一定的程度根本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一般的车速在40公里30公里的时候 发生一个冲撞事件 最多就是有伤是有可能的 死人是不可能的 你要知道汽车轮子 从一个人身上撵过 只要不撵着脑袋 它是没多大个事的 最多就骨折 是吧 你有人做过实验 你把你的胳膊 放在轮子下面 然后从汽车从这个胳膊上面撵过 胳膊是没什么事的 因为汽车的轮胎它有弹性 它有空间 没那么严重的伤害 好不好 所以一看就是假的 就是一个贪官 他的家属 感觉了自己 这个要马上要家破人亡 报复社会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说这个 这种事件呢 我在基层待过的 你出到出过这样的事情 你第一事件一定要给党中央国务员要报 当地的政府 每一个政府他都有一个晚上报这个恶性事件的这么一个专用的通道 以前用的是传真 现在是用的是什么电子邮件很快的 几分钟之内马上上报 因为你不上报的话如果上面知道的你下面人没报 当地的官员直接车职 所以必须要报 你可以把大事报小 但是你不可以把小事报无 不可以 是吧 所以必须要报 所以现在这个这个事情呢 党中央国务院习包子 他其实已经知道了 所以全国就是封锁消息 不让你知道 然后有官方释放一个消息是有人酒驾有人吸毒 或者有人喝农药 其实习主席他们中 中南海的人一直在研究一个事情 所以 每次习主席在中南海 看着外面的车子乌洋乌洋的 他都在想如果中国的老百姓 中产阶级用汽车来跟我们造反 我们怎么应对 当年李鹏在这个天安门广场隔着一层玻璃 看着广场上乌洋乌洋的学生 他就想 这些个学生如果什么 集体的 就砸破我的玻璃就冲进了 我能怎么办呢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他们一直在研究要把汽车管起来的 管住菜刀 管住汽车 管住汽油 现在目前汽油基本上管起来了 菜刀也管起来了 但是汽车还真没管起来 如果你用汽车 搞恐袭的话 共产党哪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谢谢